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这个以外 即使传统媒体在现在这个时代也存在一些问题 我们现在通过一些例子在这里给大家分析一下 一个就是我们此前讲过的关于日本海产品的问题 美国到底有没有减少进口日本的海鲜 日本的海产品 水产品呢 几个月前我们录制过这方面的视频 当时讲过很多媒体 不仅仅是自媒体了 中国的一些门户网站 一些正规媒体 包括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都专门讲过 说美国大幅度的砍掉 减少了进口日本的水产品 他们在担心什么 害怕什么呢 这里面有什么阴谋啊 是不是说美国表面上支持日本的核废水排海 实际上身体却很诚实 做了这样那样的变化安排 有没有这回事呢 我们几个月前给大家就分析过 所谓减少了进口 是把日本出口的农林水产品一起算的 当时呢 日本如果只看水产品出口到美国 那么11月到6月2023年的上半年和上一年同期相比呢 实际上是有所增加的 把农林水产品都加起来 用的这种chick这样的方法 然后显得说略微减少了一点 那么现在2023年已经结束了 全年的数据是怎么样的呢 2023年全年日本出口到美国 不仅仅是农林水产品都算少 或者单算水产品这个金额都比2022年的要高 那这是不是因为单价的变化呢 不是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扇贝 Skylob 我喜欢吃扇贝 然后呢 扇贝的出口从日本到美国 原来说2023年的1月到6月 比上一年同期数量减少了 那有的人写文章 煞有借势的分析 哎呀 这个扇贝啊 你不知道啊 它是出口 这个生产在 出产在日本的什么什么地方的 哎呀 这个地方啊 受到的影响可能严重 那美国人好惊啊 你知道他一下就把进口的减少了 说起来煞有借势 实际上呢都是胡说八道 扇贝的单月的出口量 那有的时候有很大的浮动 但是你要看全年的呢 现在呢 2023年1月到11月 出口统计数字已经有了 这11个月里呢 已经比2022年全年 日本向美国出口的金额要高 同期要高出51% 这1月到11月呢 比2022年全年的 也要高出金额31% 那么单价呢 实际上是下跌了啊 这个因为市场波动等等的问题 前面讲过我喜欢吃扇贝啊 当然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啊 那我们当然不希望被蒙蔽 被误导 那么你搜索一下 随便用这些关键词啊 美国减少日本水产品进口啊 你可以看到有铺天盖地的 无数的这样的文章 阴谋论啊 讲到说这里面是美国身体很诚实啊 美国人害怕什么呀等等啊 实际上这个数据本身 事实是错误的 那garbage in garbage out 那你这个数据证据本身是错误的 在上面空中楼阁啊 各种分析都是胡说八道 那这是一个例子 另一个例子呢 最近关于走线啊 这个人群过去一年里 因为各种原因 从中国呢 过去叫偷渡 现在叫走线 越过国境 没有经过审查 像这样进入美国的中国人 数量增加了很多 按照美国的说法呢 在过去一年里呢 比如说比此前 两年前的这个同期的情况 增加了好几十倍 那这个呢 是个人的选择 对吧 这每一个人呢 都有权利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但是呢 有的人这个看法不一样 说哎呀 这个丢了国家的脸啊 这不得了 怎么办啊 那我给他来再想办法 再曲解一番 误导一番 就能达到赢的效果 那么我们最近呢 看到有的所谓 驻美记者写的文章 那么说的什么呢 分析 说哎呀 这个事情啊 你要仔细看 这个数据 是不是这么回事的 比如说从加拿大 越境 进入美国的 也好多人啊 那么这个 按照人口基数算 比中国的还多 那这个听起来 有道理没有啊 没有道理 为什么呢 那加拿大是美国的邻国 对吧 那和美国有漫长的陆地边境 从加拿大进入美国 相对来说 那和万里之外 七千英里以外 从中国万里迢迢的 走线进入美国 这个难度啊 完全不能相比 而且我们知道呢 加拿大公民 不需要任何签证 他就可以合法入境美国 那他偷渡入境美国 是有毛病吗 那从加拿大 所谓越境进入美国的呢 那也都是 比如说第三国的人啊 比如说来自拉美国家 中东国家 南亚国家的一些人 先以加拿大作为跳板 然后利用美国和加拿大 存在有漫长的陆地边境 这些办法 然后呢 走线偷渡入境美国 所以这个和加拿大 是否是发达国家 和加拿大有多少人 要非法入境美国 加拿大公民 加拿大的经济情况 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呢 这都是似是而非 遗漏一些重要信息 误导 像这样的问题 那么同样的 比如说 我这个昨天看到的 在这个观察者网 所谓驻美记者写的文章 说 哎呀 你知道你这个走线到美国呀 要被人欺负啊 你在美国没有身份啊 对吧 那被人打一顿 也不敢这个报警 然后你要是被老板苛扣 这个欺负 你也没有办法举报 哎呀 这怎么办啊 那实际上是不是呢 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对吧 那我们以前讲过 如果你是犯罪的受害者 对吧 那么你哪怕没有身份 那你就有可能 办理U签证 或者办理 VAWA 这样的家暴的绿卡 解决身份问题 所以呢 并不是说犯罪受害者 就不能够报警了 实际上 这个有利于你帮助你 解决在美国的签证身份问题 那同样呢 前一段大家都听说过 有一个叫金牌讲师 对吧 他在这个洛杉矶 什么叮胖子广场 是吧 餐馆里打工 说那个老板 没有给他足够的工资 他就举报了 然后美国政府 也相应的采取了行动 这显然和他在美国 是否有合法的签证身份 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还有这个 比如说反驳 在中国有好多人 在美国使馆外面排队 等着办美国的签证 是吧 那这个 为什么会这样 有人给解释 这个你知道啊 这个是因为什么呀 是因为美国减少了签证的数量 然后呢 才有这么多人走线的 然后呢 因为美国开的窗口不够多 所以才造成排了长队 那这个有没有道理呢 完全没有道理 那讲的说 中国人在美国使馆外面排长队 申请签证 这是说明什么呢 说明有好多中国人 他想要到美国来学习 工作定居生活 对吧 那你多开了窗口 表面上排的队伍少了 难道就改变了这个事实吗 那并没有 对不对 仍然说明 有很多中国人 他还是希望能够到美国来学习生活 对吧 这个事实并没有改变 而且我们众所周知 这个在中国啊 有的时候呢 你要办理因私护照 或者要使用因私护照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一些大学科研单位 体制内还有别的单位 他都可能会把你的因私护照收缴 然后呢 统一保管 限制这个人 比如说一年或者两年 才能出一次国 这个事实 连胡锡进 在最近的文章里面 都专门的这样讲到 呼吁说要放松这方面的限制 所以只要你不是装外宾 需要承认 对吧 那么现在走线人数也罢 申请签证的人数也罢 还是发生在对因私护照 有严格控制 对于出境有相当限制的 这种情况下 这个数据啊 实际上还掩盖了更多的需求 那在这里呢 我们有一些这样简单的分析 那我们看到中文网的 存在的一些这个问题啊 是吧 这个误导的环境啊 在这里通过一些例子啊 管中亏报可见一斑 对吧 那如果你每天都看这种 推送的 这个投尾的 这样的信息 生活在信息检防里 对世界 对国际事物 这个了解也会受到相当的负面影响 对吧 那有的人觉得 这个我每天看消息 天上的事情知道一半 地上的事情全都知道 这个美国这事情我了解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 这个州和那个州可能就不一样 现在和过去可能也不一样 那这个那个政治人物 网红商业代表 那他说的话可能也不一样 对吧 并不见得代表整个美国 对吧 那就像你生活在中国 你觉得对中国很了解 那不是同样存在有这个 啊 为始论 存在有这永乐大典 这样的这些说法 同样 即使对身边的事情 中国的事情 也有可能在中文网 在媒体 自媒体的一些误导之下 得到错误的信息 怎样避免呢 那有的道理是众所周知的 对吧 兼听则明 如果你有可能的话 能够看到更多的国际知名媒体 或者从不同角度啊 这些方面 或者如果 当然你个人的亲戚朋友啊 辗转能够境外的 对吧 也可以提供给你一些信息 那如果你能够看到我们这个视频 那就说明你能够看到YouTube 前外啊 还存在有更多的消息来源 那还需要你自己啊 根据应用你的头脑来相应的分析 那我们这里只是举一点简单的例子 你可以看到这个日常生活中 比如说几个月前 哎呀 说哎呀 这个什么美国减少了进口日本的海鲜 铺天盖地啊 这样的消息 那现在全年的数据出来了 你看有没有一家媒体啊 出来认错 道歉 说我们这个搞错了 误导了 给大家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 有没有 完全没有 那这个说明了什么 不问可知 对吧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 关于中文网存在的一些误导啊 这样的问题 通过一些新闻事例来解释 说明 有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谢谢